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的车 对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车的制造者们也在尽量的满足人们的需求 设计出越来越人性化的汽车 比如说现在就有自动挡和手动挡的汽车 因为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的难度相比是下小一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偏爱购买自动挡的车 但是也不是说手动挡的车就没有市场 它还是始终具有着自动挡汽车无法比拟的优点 比如说手动挡的车在驾驶起来更加的有驾驶感 不少人会追求那种自由的操作感觉 一整套动作操作下来能够带给他们愉快的感觉 驾驶的乐趣也正是如此 所以这些人就有更大的可能选择手动挡的车 而不是自动挡的车 第二点就是手动挡的车能够提高驾驶员的警惕性 因为手动挡的车在驾驶的时候 需要根据路况的变化和一些情况来不停的换挡 所以驾驶员始终会保持一种警惕性 这种警惕性更能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能 减少交通事故的产生 第三个原因就是手动挡的汽车更加的省油 作为一个老司机就熟练的掌握了随着路况的不同 来更换不同档次的驾驶规律 它们就可以节省汽油 在相同的汽油数量之下 自动挡的车能够行走的公里数远不如手动挡的车 当然手动挡的车作为市场总体的一部分 有些更多无法比拟的优点 如果说自动挡是绝对好的 那么在现在 汽车驾驶员考试中采用的学员车却是自动挡的 这就证明了手动挡有其独特的优势 当然也不是说自动挡车就没有任何的优势 它作为一种新型式的车 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驾驶的难度 也为驾驶员减少了更多负担 它的未来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至于在购买车的时候 选择手动挡车还是自动挡车 全凭购买者的个人爱好 两种车都有优点 应该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发展强大